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珊珊 最近呢,大家都开始陆陆续续的上班了 在上班的路上,你们一定要戴好口罩 最好是自己带饭上班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和我一样一直宅在家里 我现在在家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我们在家里呢,也一定要保持好适量的运动 当然还有很多小伙伴会找很多很多的借口 哎呀,运动太枯燥了 在家里没有运动的器材,我不想运动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趣味运动 那现在呢,我先带大家做一点简单的热身 很多朋友们会说,我在家里运动,家里没有运动的器材 我们家小茉莉,她吃得很胖 所以呢,当我这样抱着她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运动的动作 我示范给大家看,换卫深蹲 把你的小宝贝抱紧 让它成为你身体重量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可以再做一些剑布蹲啊,还有螃蟹布 都是非常好的练起到你的下半身 抱着实际的她 真的觉得好累啊 这个负重真的可以 快要炸汗了 太累了 你是不是该减减肥了,茉莉 你太胖了 然后我每次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动 用来干,加一点酱 منprising 然后再分裂一部分 切成薄片 裂到鸡肉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鸡肉的放松 拿我妈妈的擀面杖 我是放松小腿的鸡肉 我选择这个小一点的鸡肉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放松你的小腿肌肉 360度的环绕 把自己的大腿按好了 明天可以帮我拿点脚趋了 像这个大的擀面杖就可以 我们来练习背 好了我今天教大家的几个居家健身 有没有学会啊 可以和狗狗一起健身 也可以用到你妈妈的擀面杖 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胃健身 下次见 打个招呼